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未信主的人 其實是隨著環境的道德標準 去定義自己的定位 就是說他們走出來 就算他們作間飯課 但是他們有幾十萬人 甚至作出自己有幾百萬人 為什麼他們要作大個數呢 因為數其實對於麻醉 或者麻木的良心很重要 人數多 for the great the good 我是對的 證明你要聽我的訴求 今次所有爭論就是 利益掛稅已經不覺得羞恥了 那個訴求純是不講理 完全講自己私人利益 都不需要羞恥 因為人多 人多了呢? 人多了就有權利了 這個就叫做民主 你會看到這一群的人 為什麼他們這麼強調 這麼多人 而且越多人 就越是會有這種現象 惡人越搞越惡 由黃牧斯分析 為何現今的香港 會發展至幾乎每日都有 黑衣人暴徒上街破壞和搗亂呢? 而所謂和理非的示威者 又會稱這樣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呢? 一般而言 假如有人在思想中 出現一些違反一般社會道德和論常 甚至反社會的恐怖主義思想時 如果只得自己孤單一人 或是只有一群小眾兩三人的時候 通常都會因為害怕別人的反對和歧視目光 可以選擇藏在這些思想 而不會將這種想法公開在人前 但只要人數夠多 很多所謂正義的聲音和勢力支持自己 在大家互相幫助 聲勢浩大的情況下 就可以大言不慘 甚至做出一些 以往獨自一人 或只有一小群人的時候不敢做 和不止去做的惡事 按以上原理 我們就會明白 為何每當大遊行之後 反政府的政客計算人數時 往往都會與學者、警察、獨立組織 或國外組織統計的數字 有大量出入 有時甚至會比學者和警察的統計數字 高出五、六倍以上 其實支持黑衣人暴動的根源 只是數次數十萬 甚至上百萬人的反送中大遊行的龐大人數 麻木了黑衣人的良心 甚至遊行人士的良心 按今年7月2日的報章報道 七一遊行的主辦單位 聲稱有55萬人上街示威 但按照老頭社以AI人面辨識計算 當日的遊行人數大約有22.7萬人 比警方估算的19萬人 僅僅多出3.7萬人 但主辦單位公佈的55萬人 比電腦的精細計算 足足多出了32.3萬人 這個已經是一個不可能接受的差異 我們可以看見 每一次所謂爭取民主自由的遊行 主辦單位都會極其誇大參與人數 即使今年的七一遊行 由巷外老頭社以科學方式點算監察 主辦單位仍有意無意地 將遊行人數誇大更多 所以 反政府一方的目的非常明顯 就是以龐大的遊行人數 壓倒一切反對聲音 所以 遊行人數的多寡是極為決定性 如果遊行人數因為大量暴徒湧然而大幅下跌 立時就會令黑衣人深知自己理愧 暴動事件也會隨著遊行人數大幅下跌 慢慢平息 全世界發生的一件事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其實生命的坎坷和磨煉磨難 是神刻意做的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去看關於現在香港有的事情 七年大災難 甚至現在在中國和美國國異當中 香港的身份 這個才是神的視點真正要看 所以我們可以一句說 參加黃絲帶的記憶圖一定落地獄 參加黑衣人一定落地獄 這麼簡單 只要參加就是落地獄 不用想 但你會覺得 黃絲帶和黑衣人背後有所謂教會的影子 那些就是地獄裡最深層的居住者 不是推論不推論問題 記住就是這些衝擊和磨煉 是神刻意製造出來為了分鎖山羊的面容 這就是主耶穌說 祂回來的時候會將兩種羊去分 信仰跟從神 是每個時代的基礎 應該有 你是主的羊 你就應該聽到神的聲音 你聽不到就證明你不是主的羊 那還不證明你在地獄? 聖經清楚分開面羊和山羊的分別 跟隨神聽到神聲音的羊就是面羊 而半夜離開神的羊就是山羊 面羊就是對比那些順服神 順服權病 性格溫馴 愛神愛人 寫己付出 關心別人的需要 甚至關心別人的感受 不會離群獨處 會在教會中與其他基督徒相交 也不會以名利為目標 綿羊的相反就是山羊 山羊和綿羊的分別不僅是外表 更是他們的性格和行事表現 都跟綿羊完全極端相反 山羊有一個特性 天生就是選人理己 甚至會破壞公物 即使自己得不到 或是無法傳數佔友而勝低 他們寧可選擇徹底破壞 都不會被其他人得到 即是所謂的攬炒 有教會有目次走出來 說會公開明知道說謊 人家亦知道他說謊 他就走出來 手無傳遣的人 被人打我都哭的 我想想你有沒有搞錯 你去做影帝 你做什麼做牧師 但你一句說完 有沒有手無傳遣 那你就擺明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叫做什麼 海色經 那些牧師可能從來不知道 有這個罪 叫做sin of omission 懷漏的罪 在聖書裡面清楚說 還叫做牧師 那你能夠想像 你只是用這個 基本的聖書裡面 緊緊上到天堂的標準 去看看皇時代 去看看黑衣人 所以兩位 哇 那些欣賞仇報那些 死硬 甚至著今次香港的反修例暴亂 會要將香港人清楚分類 用它來看清楚 香港很多自稱基督徒的人 在神眼中 究竟是能夠上天堂的綿羊 還是要被神審判落地獄的山羊 外間部分教會的所謂基督徒 甚至牧師 不但支持和參與反修例的示威 甚至 即使眼見黑衣人 每天破壞社會秩序和暴動 仍不願意與他們劃清界線 即所謂的五角席 肯神眼中 這些參與暴動 不願意與暴徒劃清界線的所謂基督徒和牧師 正正就是主義蘇肯馬太福音所描述的山羊 明明他們侵略了香港大部分人的民主自由 他仍聲稱自己是為香港爭取更大的民主自由 這等人絕對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只是假扮基督徒的山羊 聖經亦清楚自出 在上掌權的政府都是神所任命 目的是叫作惡的懼怕 並受到應得的刑罰 而不是叫基督徒去反政府 唯有得到神從未應許過的所謂普世價值 如果當我們真正以神的視點看 你才真正明白 神其實為何要給信仰的人生 真正生命裏面最珍貴的 其實就是神所給我們的磨練 因為那些才是神的真心 真意為我們好而擺出來的 全世界有的災難 絕對是神有意去製造出來的 在末世的時候 神所定的最光輝的身符 是完全成形 但是最邪淫的淫婦 巴比倫亦成形 尤其是這個大是大非 其實是神愛里 一次過很多信不到天堂的人整死 就好像二人一定要有一件事 導致神去掌握他 而有一件事要蓋觀定論去罰他 人生在世都是 尤其是去到世界末日的時候 神就更加會劇烈地做這件事 今次這件事 是神經過千古他預備 發生香港這些事 真是有他的目的 而這個考驗 有些對某人來說 是成為異人的獎勵 對某人來說 就是落地獄的印象